接著我們就要開始上岩石 第一個就要到的是沉積岩 沉積岩就是一些渣渣碎屑 碎屑所做成的岩叫沉積岩 它是地球表面最常看到的岩石 因為渣渣都是鋪在表面的 我們搬上一個月不少地表面就一成龜 所以看過去表面灰最多 可是世上最多還是地板最多 所以表面都是灰 所以渣渣都在表面 所以它是地球表面最常見的岩石 但是三大類岩石整個算起來 沉積岩是最少 但是它是表面最常見到的 沉積物就是經過壓密交結再結晶 然後叫做成岩作用 這個話學測考過 學測問那些石頭怎麼變成 那些渣渣怎麼變成石頭的 就是壓密跟交結 有記者講過這個壓密交結再結晶 成岩作用 它其實就是溫度跟壓的影響 所有的東西基本上都是溫度跟壓力 溫度壓力普通大 讓渣渣變成石頭 成岩作用 溫度壓力大一點 讓它產生變質 叫做變質作用 溫度壓力更大一點 讓它融化叫做生融作用 其實基本上都是溫度跟壓力 只是大小狀況不一樣而已 就考過了壓密交結 讓渣渣變成石頭 成岩作用 所以成岩的特徵叫做成岩 這題學測也考過 它就寫了一句話 問它什麼石頭 看到最前面這一句 一成一成就知道它是成岩 因為成岩 後一句也可以知道化石 我們後面會教我們國中程度 化石都發現在成岩當中 所以看到一成一成 成岩就知道它是所謂的成岩 所以成岩的特徵就是有成岩 成岩是成岩的特徵 一成一成的樣子 OK 那問題是為什麼會一成一成 為什麼會一成一成 按照你的這個答案寫起來有點那個 但是你就按照你的想像 既然會看出只有上面一成下面一成的 這兩成一不一樣 不一樣嘛對不對 那什麼情況會使它不一樣 什麼情況會使它不一樣 按照你的想法去講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跟我當我寫的完全一樣 這個人叫做 二八 二十八號 氣候可以請坐 可能有的氣候改變 流速快流速慢 流速快顆粒大一點 流速慢顆粒小一點 可能環境有改變 現在是海洋環境 一到尾是陸地環境 東西成一個樣子會不一樣 不一樣 好 然後這個我講過 最後這一句我們未來 我們說這是考試而會考的 這考試而會考的 靠海邊跟海中間 誰的顆粒大 靠海邊的顆粒大 海中間的顆粒比較小 所以氣候改變環境改變 會讓它變成一成一成的 不重要改變就要所謂成岩 反正就知道 反正就是某某東西改變 反正就是某某東西改變 使得它成岩的東西 變得不太一樣 可能是顆粒大小不一樣 所以就造成一成一成的 所謂的成岩 好 看一看就可以了 成岩的分類總共有翻種 碎屑岩 生物岩跟化學成岩 國中生 基本上主要就叫碎屑岩 生物岩一句話帶過 化學成岩也是一句話帶過 甚至連提都不太提的 碎屑岩是所謂的渣渣 一些渣渣 渣渣顆粒渣渣 所變成的就叫做碎屑岩 碎屑岩 剛剛講過一些渣渣成岩作用 生物岩就是由生物以來的堆積 國中只教一種 死灰岩 所以國中的考試題目 只要提到生物 就一定是誰 死灰岩 因為國中只教死灰岩 沒有教別的 高中才有別的生物岩 國中沒有 所以我們就拼命他 可是死灰岩 除了可能是生物岩之外 也可能是化學成淀岩 所以舊客們有寫說 他是什麼什麼的化學成淀 或者生物以來的堆積所造成的 叫做化學成淀岩 這裡舉個例子 叫做蒸發成淀形成像岩岩 但是我剛剛跟你講的是石灰岩 OK 我剛剛沒有講出來 我要告訴你 石灰岩是碳酸鈣的化學成淀 停車站借問 你理化課 什麼時候學過 會產生碳酸鈣沉淀 最早的時候是在 國二上的時候就學過了 一開始 我在暗示你 在教空氣的時候就學過了 你在什麼時候學過一個 會有碳酸鈣化學成淀的東西 蛤 你在哪邊有學過這個玩意 Number 5 P5號 不在 十四 你在什麼時候學過有個碳酸鈣的沉淀 你在教空氣的時候就學過 第一次在教空氣就學過了 你告訴我 什麼石灰水 誰加石灰水 二氧化再加成形石灰水 會有什麼結果 會有什麼結果 是綠色沉淀 蛤 請錯 碳酸鈣 成形石灰水 加氧化碳 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淀 那個產生就是碳酸鈣 所以碳酸鈣的化學沉淀 碳化學沉淀 所以 我們的沉積岩有分做碎屑岩 那個沉淀岩跟生物岩 國中基本上只教碎屑岩 生物岩就簡單帶一個石灰岩 沉淀岩等於沒有膠一樣 就是剛剛講跟你講 有關於沉積岩的分類的部分 OK